勵志寻找最ㄎㄧㄤ的內容 用最ㄎㄧㄤ的話來告訴最ㄎㄧㄤ的你 姐妹 ㄎㄧㄤㄧㄤ 嗨 大家好 我是美根 我是 Amber Aloha 啊啊啊 我想到 我忘記問你 你為什麼那麼累 因為我上禮拜出去玩 所以很累啊 可是你不是禮拜天就回來了嗎 對啊 但我就是一直累到現在啊 那你是怎麼樣 台東這個Digital Nomad的這個生活怎麼樣 哦 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自從遠端工作以來第一次離開台北去工作 我想想想 我在台東工作兩天 然後請了三天假去綠島玩這樣子 哦 那兩天您真的有工作嗎 我真的有 八小時 八小時喔 有 有八小時啦 你說兩天加起來八小時 嘿嘿嘿 薪水小偷 沒有 兩天加起來應該也有十六個小時吧 懂算數嗎 哦 那就上足啦 上足啦 對啊 但是我上的時間比較怪一點 就是早上嘛 早上就比較正常 下午 我第二天下午 我們就去玩 我們就去看樂氣球 然後回來再做一下公事這樣子 就分散式的啦 對 現在是台東樂氣球節嘛 對 樂氣球加年華 但很神秘的是我們 我們在網路上怎麼找 都找不到 就是樂氣球到底哪個時候會升天 升空啦 升天好像死掉喔 天燈才會升天對不對 都是升空 都是升空 可是天燈升上去就死掉啦 樂氣球不會 阿咒才會升天 你怎麼這樣說 有的阿咒很長壽欸 阿咒的阿咒會升天 OK OK 反正呢 就是我們在網路上 怎麼查都查不出所以然 然後問台東的居民呢 他們都會就是 講一個很模仁兩可的答案 他們就說 哦 天氣好就會升 嗯 然後就問他說 哦 那前幾天就大概是 因為我們是不曉得說 它是白天升 還是晚上升 OK 對 然後問他們 他們就是說 哦 昨天下午五點的時候 好像有升起來 然後我們想說 哦 那可能是很晚的下午 對 然後他們就會說 哦 不一定 又看天氣 可能中午的時候 天氣好就會升起來了 反正總之 那個樂氣球的行動 非常的神秘 那你們要去 可以去搭他嗎 欸 可以搭 但是去看的話是不用錢 但去搭的話 好像要付門票 那所以你搭或是你升不升 你是有一個協會 是或主辦可以問的嗎 他們有那個粉絲團啊 但上面什麼資訊都沒有揭露 而且重點是在辦這種活動的時候 大家不都會發很多現實動態嗎 對 一個都沒有 反正他們超神秘的 然後大家都是要 有點像碰運氣啦 就是沒有人會知道 就是你要去了之後 然後才可以看到 哦 現在正在準備升 或者是現在剛落下 那你們有成功的看到 他們一起上升的樣子 很久嗎 或是說你們有看到 你們有搭到嗎 沒有 沒有人搭到啊 因為他就是 才剛升起來 最下雨 就收起來了 但很好笑的是那些熱氣球 他們全部擠在一起 就大概我們那天看的時候 大概有四五顆吧 然後全部擠在一起 就根本不能好好的沾養他們 對 我就是很好奇 我們台東路野那熱氣球 它是升起來會飛出去的嗎 它每一顆熱氣球呢 下面都會綁在一台貨車上面 蛤 所以我們在想 它可能是充氣充好了之後 然後那個車會開到 就是可能比較遠的地方 然後再升上去吧 等一下 你確定 它不是像放風箏一樣 就是我們小時候放風箏 會有一個人拉著風箏 應該不是 熱氣球應該不是這麼極限運動 不是啊 那人可以搭的話要怎麼搭 不能搭 都不能搭 什麼意思 因為你剛不是說 熱氣球是綁在車上嗎 那人要怎麼進去 還是說 啊我知道 人坐在車子裡 熱氣球把整台車往上拉 你是不是剛看完天外奇蹟 沒有 它還是下面有一個籃子啊 不是籃子啊 就是那個坐艙啊 那不是啊 那氣球要 氣球綁在車上 坐艙在哪裡 就放在旁邊吧 蛤 不是啊 它綁住你 就把它拆開就好了 困難點是什麼 你說氣球綁在車上 然後坐艙放在旁邊 所以熱氣球要升空的時候 你還要把氣球綁回坐艙上 這有合理嗎 不是 它的那個坐艙 本來就是黏著氣球的啊 它只是在旁邊 又在那個 綁在車上 你說在旁邊甩甩甩這樣子 甩什麼 好難溝通 不是 這一集在想什麼 我們先下班囉 因為我那個畫面想像 我那個畫面想像不到啊 你說它熱氣球綁在車上 那 因為坐艙不是在熱氣球的下面嗎 大家小時候畫畫 不是都畫一個熱氣球 下面連一個坐艙嗎 那這整顆熱氣球 到底是誰綁在車子上 那搞不好就是坐艙綁在車子上啊 欸 那個熱氣球之大欸 我很遠的看 我哪看那麼仔細啊 所以你沒有看到 它的熱氣球大師是不是 你沒有 原來你沒有 close take就對了啦 我沒有 我在很遠的地方 你如果很close take 你知道會像什麼嗎 像你看101一樣 你根本看不出它的全貌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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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我們其實站在遠方 觀賞熱氣球 好 那那那 欸 我有講過 我有搭過熱氣球嗎 沒有 那你怎麼問出這麼白癡的問題 你真的有搭過嗎 平行世界吧 因為我覺得你剛講的 一切都不符合我對熱氣球的認知啊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我就想說 喔 所以台灣熱氣球是自創是不是 你可能搭的時候 就是那些熱氣球都已經沖好氣了 所以就是已經都準備好了 好 我來講一下我的跟熱氣球的緣分 我第一次想要搭的時候是在土耳其 然後土耳其有個非常美麗的地方叫棉堡 然後那裡其實很多人都會去搭熱氣球 就你飛上去以後就會看到一整片白白的 就是地形景觀這樣子 沒錯 但是搭熱氣球這件事情非常的靠運氣 因為它完全是吃天氣 就像 Amber剛講的 你可能風很大 不能飛 然後或是你可能雨下很大 不能飛 或是怎麼樣怎麼樣 就有的沒的不能飛就對了啦 所以如果你在那邊那個地點沒有待到三天以上 基本上你很有可能就是撲空 於是呢 很倒楣的 我在土耳其的時候其實我並沒有搭到熱氣球 搭熱氣球一次大概要兩萬到三萬台幣左右 好貴喔 超貴的啊 然後我就就是反正那一次我就是 我們就沒有搭到就算了 我們就改去做拖曳傘什麼之類的 結果呢 後來我就有幸又去了一次非洲 然後又有這個熱氣球的機會 然後這個熱氣球的行程 其實本來也不在我們大家的旅程規劃當中 因為它很貴嘛 就是兩萬到三萬 當時非洲有這個導遊呢 因為他就是說你們自己要搭就搭 因為好像也本來就是沒有收這個錢 OK 但總而言之呢 就是我們全團都去搭的那個熱氣球 那我就講一下我自己搭的熱氣球的經驗 因為我只有一次 可能不是全世界的熱氣球都這樣飛 可能只有非洲是這樣飛 我們那時候是起一個超級大早 大概四五點 就到了一個要起飛的機場 熱氣球的機場 然後你到那邊的時候你會看到非常多熱氣球停在那裡 大概六到十台就停在那裡 那這時候它的狀況是 籃子是倒著的 然後氣球當然也是沒有點燃的嘛 它要 它會開始充氣 那充氣怎麼充呢?就是燃燒 它裡面有一個算是噴槍類的東西 那它就會一直釋放二氧化碳嗎?燃燒是會釋放二氧化碳嗎? 反正就是一直放一直燒一直燒一直燒 那個氣就會把那個球慢慢充 越充越大越充越大 那大概到它可能已經浮起來 可能到可能三分之二的滿度的時候呢 它就會叫我們所有人到那個籃子裡面去 那籃子是倒在地上的喔 籃子是倒著的 然後呢我們就進去 然後這會有一些人把籃子推起來 一個籃子大概可以裝八到十個人 所以你們要從翻船的狀態 然後自己把它翻過來喔? 對對對 因為那個籃子沒有階梯可以下來 喔 所以我們就是倒著的 然後會有人把那個籃子這樣推起來 然後氣球就會升空 然後每一個氣球會有一個那個captain 在操作那個氣球 那它操作的方式就是控制那個氣體 我感覺是控制氣體啦 所以它會 它的操作方式不是方向盤 它就是會有一個把手 就是在那個氣球的正中央 應該是火 火的大小吧 火的大小 欸我不確定它的方向能不能控制 因為熱氣球其實應該是隨風飄 對 它就會有個搖桿這樣去操控那個 然後呢 像這種開這種熱氣球也好啊 或是拖曳傘也好 即便你在一些比較落後的國家 就是非洲也好 或是其他可能 馬達加斯加或土耳其之類的 其實這些captain幾乎都是白人 就是烤熱氣球執照啊 其實是非常貴 然後呢 所以基本上當地的人是絕對負擔不起的 哦 所以都是白人來考這些證照 所以就幾乎被白人全部壟斷 因為你看我們 我們一行一籃十個人嘛 一個人兩三萬台幣 就多少錢人三十萬了 然後不知道怎麼抽 所以這些captain其實非常非常的賺錢 是喔 我們在非洲大草原就是看那個動物大遷徙嘛 然後總而言之就一整圈下來 應該也有四五十分鐘 然後就下來以後呢 它下的方式 籃子也是倒的 因為熱氣球降落的時候 它沒有辦法像飛機一樣這麼穩定 OK 所以它下的時候 其實是一樣是倒著讓你下來的 那也太恐怖了吧 對 所以它會叫你所有的人都先坐在同一邊 嗯 然後抓好籃子 然後就倒下來 那你們會這樣子摩擦地面嗎 你說拖曳嗎 不會拖曳 它會直接就是落地然後倒下來 那碰到地板的時候會這樣 砰 很大的撞擊嗎 我覺得沒有到很大的撞擊 有可能是因為速度已經變得很慢 可是你會知道它是倒下來的 因為我們已經全部的人都站到同一面了 哦 是哦 怎麼聽起來熱氣球是一個很不科技的東西啊 嗯 它應該確實沒有那麼科技啊 因為它應該是古早的一些交通工具吧 就現在這個觀光用的也沒有變得比較 比較平易近的一點 因為聽起來很像很以前的東西 可是它如果變得平易近人的話 就失去這種就是趣味性啦 因為你就跟搭直升機不是一模一樣嗎 嗯 可是直升機很吵 那熱氣球會很吵嗎 哦 沒有聲音 哦 有啦 那個火的聲音不會很大 會會會 它如果今天要加速或什麼的時候 會聽到它 轟 就是很大一聲 所以我覺得它是可以控制的 哦 但我是蠻推薦大家就是有聲之年可以搭一次熱氣球的 因為我覺得熱氣球的體驗比較特別 我剛雖然說這個熱氣球體驗不錯 但那一次其實有發生一個小插曲 嗯 我很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呢 我那次從非洲旅行完以後 我回到了台灣 然後呢 我就發覺了就是有一個陌生的非洲黑人 加我的Facebook 呵呵 OK 你這是不是種族歧視 我講它的種族哪裡種族歧視了 我只有講種族我沒有講歧視 為什麼黑人就是非洲人 好 我就要講為什麼是非洲黑人 我問你當我講非洲黑人的時候 你腦中想的是什麼 瓦甘達 瓦甘達Forever 黑豹是不是 對啊 所以不會是威爾史密斯嗎 不會是美國黑人嗎 不會不會 好 所以是瓦甘達Forever 那穿什麼 穿黑豹那樣子 就太合金嗎 不穿衣服 喔 不穿衣服 呵呵呵 沒有啦 就是穿一些麻布啊 就比較涼 綿麻的衣服 綿麻的衣服 好 那我跟你講 嗯哼 傳簡訊給我的這個非洲黑人 他的大頭貼裡面 他就是穿馬賽族的這個族服 OK 那非洲的馬賽族 你就把它想成跟台灣的原住民的衣服 差不多就對了 就是他很黑之外 他也非常非常的傳統 就可能身上會掛一些有的沒有的 就他們的那個叫什麼象征的項鍊啊 就是那種裝飾等等 所以我大可以確認他是非洲黑人 而不是為了史密斯嗎 沒錯嗎 好的 但他怎麼加我的Facebook呢 他從哪來說 一個福智心靈說要加 妹跟我的Facebook的 這太莫名其妙了吧 對不對 然後他還說他要跟我做朋友 酷 好 那這個我當然就不會不予理會嘛 因為我完全想不起來 國民外交一下啊 不是 可是我完全想不起來怎麼 就是曾幾何時他有可能 我有跟任何人說我叫美根 然後呢 他又是怎麼找到我的Facebook的 我完全沒有任何的Clue 我想不到原因 嗯 我就不管他 他就是加我 然後敲我 然後就是大概Messenger我幾次這樣子 我都不予理會 OK 後來呢 我回到台灣 我就發覺 他傳簡訊到我的手機裡 你的手機 我的手機 我連你的手機都知道 對 對 是不是很奇妙 你在台灣的手機嗎 我在台灣的手機 like台灣大哥打這樣的手機 Oh my God 他說 問我記不記得他 誰 他在坑亞碰到我 然後呢 他想要跟我做朋友 就是講說什麼有的沒的這樣子 反正就是大概傳了兩三封 然後整個我都想不起來 何時我有給過任何人手機 然後呢 我們其實因為我們是團進團出 對 所以其實當地的飯店什麼 也都不會有我們的電話 他只會有我們導遊的電話 因為我們是團進團出 他不需要有我們個人的 台灣的手機啊 對 唯一 我曾經寫過電話的地方 就是暴明熱氣球 Oh my God 一種最奇怪的被搭訕的 忌遇 這個是怎麼樣 他要跟你比友耶 這是比友的概念耶 對啊 因為完全沒有看過你 完全沒有看過 而且我真的不懂 我跟他當朋友 我們要怎麼維繫這個友誼 欸 你怎麼這樣子說 就是靠Facebook啊 然後咧 嘘寒問暖一下 就是來自遠方的朋友 你們可以聊聊一些文化的差異 了解一些馬賽文化 這應該是我人生中 收到最莫名其妙的一個 交友邀請 就是比路上路人搭訕的 都還要奇怪千百倍 太遠了 因為我個人自己 並不是很常會去 我那個年代啦 我們並不是非常風行 就是交友軟體 這件事情的人 所以我其實人生中很少有跟 完全陌生的人 當朋友的狀況 喔 你有玩交友軟體嗎 我之前有下載過 我們就想說 欸 要找一些 就是不是身邊的人 因為身邊的人可能都 也沒有怎麼樣啦 就是想要拓展交友圈 拓展交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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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我本人就是一個 很不喜歡用 訊息聊天的人 對 所以其實我基本上都超級懶惰 因為我覺得大家玩交友軟體 好像都會是 很期待立即的回复 嗯 或者是 就是你不能隔太久啦 你隔太久 可能大家就是 欸 想說 欸 這個人好像不想交朋友 他就是跟去 去跟其他人聊了 所以就話題有一搭沒一搭的 欸 那我問一下 因為我個人完全沒有用過 就是現今社會流行的交友軟體 然後我那個時代 也沒有交友軟體 因為對我們來講 我自己覺得 我們那個時代 如果人家聽到你在用交友軟體 會覺得 你很怪 就是你有那麼缺朋友嗎 有那麼想談戀愛喔 哎呀 有一點點這樣 OK 有一點點這樣 或者是說 爸媽聽到你在用交友軟體 就會說 哎唷 沒真緊喔 有點類似這樣子 喔真的假的 真的 我以為是會怕危險 小時候有一陣子就是 很常會有那種 網友 怎麼樣怎麼樣的新聞 對對對對對 所以呢 小時候呢 應該說我們最接近交友軟體 這個行為的 可能有分兩種 第一種呢 就是以前的線上聊天室 你是不知道什麼是線上聊天室 即時衝嗎 不是不是 就是它會有非常多的 人開的線上聊天室 可能就是一個HTL的網頁 然後大家可以在裡面聊天 可能是 不見得有什麼品牌 例如說可能有什麼 痘痘物語聊天室 心情小戰聊天室 然後反正裡面就是會有一些人在裡面聊天 這是一種 大家要怎麼知道這些 什麼心情小戰 SEO啊 就是你到Google上 你就打聊 線上聊天室 那可能有一些 OKOK SEO比較前面的 你就會進去 所以每次進去 你都是跟不同的人聊天喔 對 這個點 聽起來就會非常的不可思議對不對 怎麼就是這樣 要怎麼跟騰威奇人聊天 那就是因為 以前的這種交友方式呢 你蠻容易會養成一種 習慣性的 就是每天可能11點 我就會上線在這邊聊 我上線的時候就會說 安安 大家我上線了 出現一天兩天三天四天 你就會成為習慣嘛 然後大家也知道 就是每天11點上線 就會碰到你這個人 就是你慢慢直接加入這個社群 比較像是這樣子 OK 那至於說在裡面 到底是不是戀愛 或者是瞎聊 這就不一定了 因為這個交友等於完全 是完全是沒有門檻的 大家都可以加進來 因為它也不會審核 你的什麼年齡性別體重 全部都沒有 嗯 可是我覺得這個的好處是 因為大家都是11點上線 那時候才會開始聊 就沒有像你剛剛講的問題 好像你很需要 real time的回別人的訊息 因為沒有 大家都是真的已經很 閒的時候 才會log in去聊天 可是呢 你就是每天都要同一個時段 在上面跟大家一直聊天 一直聊天 對我覺得那個比較像是 差於飯後的休閒 不見得是為了要交男女朋友 所以你剛剛講那個 讓我還滿驚訝的 因為我自己沒有交友軟體的經驗嘛 所以我就最近在看了一些以後 我就發覺很多人說 如果在交友軟體上的話 它其實壓力還沒有那麼大 因為他們也都是某一個時間到 他們才會上去看交友軟體 有哪些人回覆 但是只要互相換了彼此的line或IG 就會變成真的要24小時real time回應 哦 我都不換 會 他們很快會要嗎 有些人會滿快就會要的 就說什麼啊我在這邊看不到 我們來換個 就是例如說換IG啊 換LINE啊 換Facebook這樣子 但我很少跟人家換 可是很赤裸耶 很赤裸嘛 對啊 也還好吧 你會在這些社群軟體上面 坦承相見嗎 你這樣是說 他可能會知道你從大學一路以來 到你換了哪些工作 他看你照片都知道啦 哦 交朋友的時候這種事情不能給別人知道是不是 我覺得 因為這些朋友 我不知道啊 你看我是老人心態 我覺得如果說我沒有得到你的那個身份驗證 我會覺得有點害怕啊 你想要先看他的 然後再決定要不要加他 不是 跟他是誰沒有關係 跟他有沒有說謊有關係 蛤 說什麼話 可是人就會亂講啊 什麼意思 欸你沒有碰過 他說的他不是他 真正的他嗎 哦 你說聽的大片圖是不是 之類的啊 或是他說他190 可是只有159 這種沒有嗎 這種可能也是有啊 對啊 那你最所以啦 沒遇到啦 可是 可是因為我本人就是比較不偏向 會 就是提供給我自己個人的 資訊 的人 因為我就想說 啊 那就在那邊聊一聊就好 如果真的很聊的來 再說 那如果是針對那些 可能 聊個幾次 然後就想說 欸 我們可以 換個line 我就會覺得 先不用 謝謝 那你會怎麼拒絕 我就說 沒關係先不用 蛤 蛤 你就說沒關係先不用 我就直接拒絕啊 對啊 你可以跟他說 我沒有在用line啊 我跟你說 我有時候會想說 我可以講 我沒有在用line 對 但是我覺得 別人可能想說 我這個人瘋掉了 他可能 誰不用line 他可能會想說 以為我在騙人啊 不給就不給 還沒有在用line咧 是不是是真的 oh my god 我就在PT上看到一個 就是 片很大的網友 就是PT的一個網友 他要出賣他的媽媽 他說他的媽媽 是一個五十幾歲的大神嘛 也很合理 因為PT的網友 老的媽媽五十幾歲 因為他看他媽媽 有時候都很無聊 所以他就決定 要叫他媽媽玩線上遊戲 嗯 然而呢 這個媽媽在創腳的時候呢 他很聰明 他就知道說 你一定要創女腳 而且是年輕女腳 那你才會得到很多 男生給的資源 或是男生才會跟你做朋友 對 於是呢 他媽就在上面用了一個 就是很漂亮的女腳以後 那當然就會有男生 就是 常常就是幫助他 帶他過關啊 或是就是打地城啊 之類的 然後就聊一聊以後 那些男生就跟他媽媽要臉書 他媽媽根本就沒有臉書啊 所以他就跟他 跟這個網友說 你幫我創一個臉書 OK 然後幫我找 你用我以前的照片 然後你幫我修圖 弄成現代的樣子 反正弄年輕一點 然後年紀打我 35歲 嗯 然後他這個網友就不想 他就說 你這樣很缺德 我不要幫你用 然後他媽就 威脅他說 如果這位網友不幫他弄的話 他就要告狀 就是告這個網友的女友 半夜常常跑出去玩的事情 什麼 OK 他就決定威脅這個網友 然後他就只好 這個網友就只好幫他媽弄 然後呢 他媽就會在這個遊戲裡 一直享受當那個 年輕人的感覺 雖然三幾歲 也不是特別年輕 但相較他真實年齡 就還算 比較容易交到朋友的年紀 他就玩的 就是 就是很開心 很enjoy在這個虛擬世界裡面 因為現在有心理 要花很多時間玩嘛 所以這個網友的爸爸 就常常 會幫 這個網友的媽媽 帶玩 OK 其實我沒想到 玩一玩的時候 這時候 那些 他的 這些所謂的網工 就出現了 然後網工就不斷的 密這個網友的媽媽 一直密一直密 他爸就隨便看了一些 就是這些網工 就是密的一些 寶貝啊 親愛的 什麼什麼什麼 你今天怎麼這麼早上線啊 這種 他爸就直接亂回 就回說 我在喂奶 什麼東西 什麼啦 因為他就要把這些 這些網工給趕走啊 OK 然後結果 這個網友超緊張 他整個嚇爆 就冷汗直流 然後這個網友 就馬上把鍵盤 搶過來 因為他就要搶回控制權嘛 嗯 然後這個網友就超緊張 他就趕快打字說 喔對不起對不起 剛剛那是我爸 他不會打字 他打錯了 呵呵 然後結果那個 網工就問說 那你是誰 嗯 結果這個網友 又因為太緊張 太緊張就說 喔喔我是他兒子 喔 呵呵 網友這樣子 有救到嗎 媽媽整個就是 美夢破碎 而且媽媽 長陽在這個 網工網婆的世界 也太可愛了吧 但是我不得不告訴你 人真的是會這樣 我最靠近 我現在的一位網友 因為什麼發生在兩年前 那個非洲人 不是 不是 就是我在玩魔獸裡面的網友 因為前一陣子 就是前兩年的時候 不是疫情嗎 才是太無聊 嗯 所以我就決定回頭 去玩魔獸 那玩魔兽你就要穿一个 就超级无敌美丽的角色 我永远都使用人类 我不会用什么半瘦人之类的 然后呢我就用一个人类 她弄得好像年轻美美那样 长发飘逸 然后就会有很多人给我 这些就是武器啊 子妆啊 有的没的 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 You know I don't know 已经很久没有人献殷勤 OK 你知道那种开心 难以言语 所以这个玩我的妈妈 我听你 我就看有个调查 她就说网路交友 五大凡人禁忌 第一个 就是像 刚刚你讲 就是我们讲到的 就是 跟你要Facebook 然后想要身家调查你 想要看你所有的生活啊 过去什么之类的 或是一直要照片 这种就很烦 然后另外有一个呢 就是 无意义的夸奖 就是人人都喊宝贝 就是宝贝你上线啦 爱心 宝贝今天过得好吗 谁啊 爱心 谁会这样子啊 很多耶 好恐怖哦 很多 宝贝个头啊 所以这种你直接封锁三处 是不是 我没有遇过这种人耶 怎么可能 你说他就会突然间叫你宝贝 爱心爱心爱心 对啊 或是他可能就是跟你聊两天以后就说 我可以喊你宝贝吗 Oh my god 我认真没有遇过这种人 但如果我遇到的话是绝对封锁 什么意思 你是谁 太恐怖了吧 这种人应该是蛮多的 然后还有一种很讨厌就是 超难聊 其实我有时候不确定 是不是别人会觉得我超难聊 你都在呼咙啊 我没有呼咙啊 我就只是 我是真的很真挚的 跟大家聊天 只是回话的速度没有那么快 以及有些问题就是很无聊 没有没有 我觉得不是 所以我就是会礼貌 我觉得要为你讲一句话 怎样 你所有的聊天都是很真诚的 在把你的句点转译成某一句话 或某一个文字 我没有 其实你的意图是想要conversation end 我没有 你干嘛下一个这个结论 但是你只是想说 你要怎么样真诚的去做出这个 比较smooth的一个 所以我们聊天 你都觉得我在句点你吗 我们从来没有用文字聊天过 对吧 展开不了是不是 展开不了 因为我不管问什么 都是 怎么只有看到一个句号 我哪有 您就是超级尬了王 我真的没有 我其实算是很会聊天的人吧 你老实说 你所谓 等一下 你要定义何谓会聊天 就是你会想要续聊 连续聊三个小时 都不会觉得很尬 我觉得这才叫会聊天 我觉得你是有礼仪 但是你不想聊天 就是 你展现出了你不想聊天的礼仪 你会结束聊天 你少两个字啊 你会结束聊天 我们是 我也会续聊两小那种啊 只是这种情况很少见 因为很少人会让我想要续聊两小时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 问题都出于对方 问题是出于我 因为我很少会有机会 我是绝对不会怪人家的 我是说 我很少有机会想要打字打这么久 OK OK 但如果面对面聊天 或是打电话的话 我就比较不会想说 好懒得打字哦 的这种感觉 那如果你说你好懒得打字 因为这样很没礼貌啊 什么叫做 我好懒得打字 比如说 现在有一个对方在跟你聊天 然后他突然说 我好懒得打字 对 我就分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 到底想不想聊 第二件事情是 什么是最适合的工具 所以我觉得如果假设啦 这个人你真的懒得打字的话 你可以跟他说 那我们用电话聊 展现你的诚意啊 但就是没有嘛 是的 所以 就是您 您本人 男聊 男聊 但我跟你说 我才不是男聊代表 我其实算是 很心平气和好聊的对象 怎么说 我在PTT上面看到 有一个超狂的网友分享 他就说他有一次 他跟他的同事上班的时候 就在闲聊 结果聊着聊着呢 最后就开始吵架 然后吵到最后呢 还差点演变成暴力事件 为什么 他们就是 原本就是开开心心的 在聊运动员这件事情 然后网友本人 他就提到王建民啊 他就说 王建民就是他表现很好 只是很可惜后来受伤 所以就没有再有更好的表现舞台这样子 然后这个同事他就持反对意见 他就说也不一定吧 就他觉得如果以运动员来说的话 Jordan才是地表上最强的运动员 天哪 这个话题注定聊不下去了 这话题也就非常的无聊 非常无聊吗 他就说 因为Jordan他也是有受过非常严重的伤 但他最后还是 就是在NBA发光发热这样子 OK 然后他们就开始有点争执啊 就是说 没有啊 那搞不好就是因为有更强的人 没有打NBA 所以Jordan才会被觉得说 是NBA里面最强的人 他们就有点开始争执了啊 那个同事就有点说 他没打过NBA 你怎么知道他是最强的 然后这位网友就跟他说 我这只是假设性的思考 就是如果真的有这个人的话 只是大家不知道的 你要怎么证明 Jordan就是世界上最强的人 结果他们就开始 有点吵起来了 我跟你说 这就像一个那个 我们之前有讲过 小朋友的对话 他就是这样子哦 你白痴啊 的相反 的相反 再相反 的再相反 的再相反 的相反 再相反 相反 就回到自己身上哦 就类似这样子啊 不会结束啦 不会结束 对 没有意义 他们 他们两个也是陷入这个僵局 就是陷入这个假设的僵局里面 对 因为他们一开始 这个聊天的命题就错啦 就错啊 什么叫做世界上最伟大的运动员 对啊 What's that 请定义 然后呢 最后 他同事就大爆炸 他就拿起他桌上的玻璃水壶 直接往地上砸碎 Oh my god 然后这网友这时候就有点傻眼 但他那时候其实也有点在气头上 他就也是大声讲说 我们只是在讨论耶 有没有搞成这样子吗 结果呢 那个同事就更狂哦 他就走去工具间 然后拿出一根铁锤 Oh my god 他开始就是狂挥那个铁锤 像雷神索尔一样 他就朝着这位网友的脸旁边 就是很近的距离 然后用那个铁锤这样 铁锤这样直接打在那个墙壁上 什么啊 这也太可怕了吧 是不是很恐怖 对 然后他还绕下狠话 他说我劝你不要再讲话 不然我可能会把你打死 超恐怖的 他有被fire吗 因为他们在办公室嘛 没有耶 但后来这个网友可能就吓到了 他那个铁锤挥过来的时候 他可能就吓到 然后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就去拿扫把 然后去把那些碎掉的东西 扫起来 蛤 他真的是人善被人欺耶 而且一切就是 那个情绪来得很快 去得也很快 因为他在扫地的时候呢 他同事就 过了一两分钟 他就走过来 就说不好意思 他刚刚就是 有点怒火中烧 他有时候生气的时候 就会大爆炸 Oh my God 他就想说 这种议题有需要 这种话题有需要爆炸成这个样子吗 这太夸张了 真的很恐怖耶 所以我们可能 在跟大家聊天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 对方的情绪起伏 如果遇到这种人的话 我就会是 很会结束话题的人耶 对 你就变超好聊 对啊 这时候 就是需要我这种人的存在 那你知道我遇到这种人 我都怎么解决吗 就假设他跟我说 Michael Jordan才是最强好不好 你那什么王健民啊 烂 我就会说 嘿丢 什么意思 你这样会被打呢 你听起来很嘲讽耶 我不会他耶 你有嘲讽哦 嘿丢很嘲讽 索尔直接 他直接铁锤就会飞出去了耶 你搞什么 什么嘿丢 嘿丢 我看嘿丢你这个讲法就 让人家觉得我故意用南台湾嘲讽 不行 我就换 对 OK fine OK fine 听起来 我看你也是不到会用英文的部分 也是嘲讽到爆 我跟你说 这样子啦 如果说那个台湾 says 他们缺梗了 他们就来找我 他们就说 in 台湾 we don't say OK fine we say 嘿丢 不是不是OK fine 要更嘲讽一点是 you say so oh you say so 那就会是 你讲的都对 我讲的都对 太长了 太长了 我跟你讲 你在讲 你讲的都对 对的时候 你就被打了 你以为你可以讲完一整句话 绝对是没有办法的哦 好啦好啦 希望大家都那个 不要被所有雷神之锤打到啦 真的 大家当那个好聊的人好不好 对 要适时的终止话题啊 当一个聪明的聊天者 没错没错 好啦 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也可以到Facebook还有Instagram 找我们聊天 我是美根 我是 你说的都对 Amber Amber 下周见 拜拜 不不